派對房間重開 但有派對房間負責人批評 要客人接種疫苗的條件苛刻 令到客人卻步 服業對業界沒有幫助 只是被擺上桌催谷市民打針 鍾曉敏去旺角一間派對房間看過 派對房間停業超過五個月 終於可以開回來 這間派對房間的員工都打針 他們在招呼第一班客人之前 都做足準備功夫 消毒、清潔不少 卡拉OK設備 賣桌桌 要玩的東西都抹過了 亦都練習過整個接待流程 例如數一下檢查有沒有打針的二維碼 誰知被客人臨時甩底 我們都是照顧政府的標準 傳給他們的東西 可能有機會是他們自己做得足 或者其中有一個朋友 他們不願意配合 其實都有機會導致成不了團 他們批評服業條件苛刻 這次的服業我完全看不到有幫助 因為它需要客人去打針才可以來我們消費 現在實際的情況就是 客人一聽到打針就寧願不願意來玩 拿幾個行業去催谷別人去打針 我們就有些都好像被人擺了上桌 他們說暫時未有預約都是查詢為主 認為他們主要客人年輕人都抗拒打針 所以未來兩個月都不會有生意 拍對房間規定每間房間最多四個人 四個人來打麻雀就剛剛好 有線電視記者